大家好 我是Cat 夏天就是來了 其實都不是就是來了 已經來了 我前幾天上網淘寶了幾樣東西 其實我本身不是經常淘寶的那種人 但每次淘寶完了 等到貨品送來拆開的那一下興奮感 我非常享受 这一集就是我淘的东西了 其实我也不知道它淘了5kg 大概4天左右就送到来香港了 我淘的东西都是一些衣服鞋物来迎接这个夏天 我现在就拍这条开箱片 和大家分享一下我淘到什么回来啦 第一件东西是一件衣服来的 淘宝最怕是买回来的东西就是和网上看的不同 我这件是一字薄的衣服 然后有两条绳子 勾着颗子 我买这一只叶是因为我觉得很有夏天的感觉 然后它的袖口位是这种喇叭型 低肩 这件的质料OK 我打算是装外套 然后里面穿一件白色的吊带 淺色的短裤去衬来穿 或者扣扣子 然后装衣服 然后穿一条淺色的A字形短裙去穿 颜色我又是选了一种我衣裁里没有的颜色 第三件衣服 第三件终于买回一件唇白色的衣服 夏天我喜欢这些淺色的衣服 因为看上去人精神一点 因为我本身头发黑色 再穿黑色的衣服的话 就会很装色的感觉 这件衣服又是一字薄的衣服 它不是这样直的一字薄 它在这里穿完空口位之后 它的手袖位是断开的 因为我买的衣服平均都是三十多元 有这个质素我已经很满意了 暂时还没中伏 这个衣服呢? 这个衣服很高的 这个衣服 为什么我我姑的衣服会寄过来呢? 我没有买我姑的衣服 难道我姑姑偷偷地买了衣服 又加了入购物车 又傻呀傻呀傻呀 就帮她买了 先看看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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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我是买了一条裙 所以褲和裙 我一定是要去跟衣室试着 我才肯买 我一直都想买一条黑色的短裙 但是我一直都没选适合心水 所以我就尝试一下 试一下在淘宝买了 当时选选这条裙的主要原因 就是因为它的腰位 它不是齊齊齊的 它这里是设计成破碎口位 然后有些毛绸绸的感觉 好我现在就试试一下 究竟是否合着 我都好像刚刚穿 对吧 这样 唉 镜头太窄了 不好意思 是我的房间太窄了 所以看不完我全身了 但是大概是这样 裙都刚刚穿 太好了 幸好不用再退货 很麻烦 然后 我买了几双鞋 好似 我的家伙都暖得不得了 因为我看到最近都流行这种 没有跟平底鞋 或者高跟鞋 所以我就买了几双这一类的鞋 回来了 这一双就是黑色的 首先 我选它的原因就是 一来它可以这样穿 另外呢 将两个扣拉到旁边 然后呢 脚这样穿过去 那就是脚端位在这个位 然后这一盒 都是鞋来的 咦 为什么它给了我36号码好呢 我按到39号的脚码 但是它给了36号我 好悲哀 我不喜欢它的带 我没想过它的带是橡筋带 你看到真的 啊 明明看这张照片好像不是这样的 这双鞋超级失败 这应该是最后一双鞋了 这双鞋呢 是不是叫走伏股风啊 但是呢我喜欢它 因为它的头很特别 然后我就买了这个 化妆工具套装 这个盒子很漂亮 我应该被盒子吸引住 所以我就买了 其实我很少用化妆工具 是有鼻无患啦 所以我也是买了一套的 今天呢这条影片就先到这里 因为我之后这条影片呢 就是150元 买了30对耳環 到底我买了哪30对耳環 希望大家期待一下 大家如果对我刚刚所说的三裙鞋 有兴趣的话 我下面也会注明了网址给大家看 那我们下条影片再见 拜拜